公公,你进我的房间为什么不敲门,你是这么没有礼貌的吗?我正给孩子喂奶,衣衫不整的,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小玉,你想多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何必大惊巧怪呢?我就是进来看看我的孙子而已,难道我进出自己家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吗?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你想看孙子,我没什么意见,但这是我和你儿子的房间,你这样随随便便进出,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就你是多,其他女人在外面还有给孩子喂奶的呢?没见过你这么矫情的 此时,婆婆在外面听到了屋子里的吵闹声,赶紧跑过来 出什么事了,你们这么吵,一大早就闹这么大,也不怕让人笑话 婆婆,你来评评理,这是我和你儿子的房间,我现在还在坐月子中,经常要给孩子喂奶,可公公每次都不敲门就进来了,这真的让我难以接受啊,我和他论理,他还说我是多 原来是这样,小玉啊,你公公他就是进来看看孙子,也没别的意思,你别往心里去啊 婆婆,这,这也不行啊 这什么,就你是多,不就是给孩子喂个奶吗?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你就是没事找事 哎呀,老头子你闭嘴吧,儿媳妇,以后你喂奶的时候把门关了,今天就先这样吧,你既是喂奶,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婆婆说完就和公公走出了房间,表玉立马起身把门给反锁了才安心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总有疏忽的时候,他决定等老公晚上回家再和他说这件事 老公,你让你爸别再进我们的房间了,这日子真没法过了,现在我还在坐月子,要经常给孩子喂奶 他每次进来都不先敲门,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别人的隐私,简直太过分了 这件事情你要是不解决,我真的会崩溃的 老公还是和平场一样,满脸不在乎的回答道 老婆,你这也太矫情了吧,我爸他就想进来看看,他的孙子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事 他从来都没有敲门的习惯,你别再在意了,我们都是一家人,敲门醒的太见外了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明天就带着儿子回娘家 我爸进我的房间都知道敲门,这是人与人相处,最基本的礼貌和教养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就这么点事情,你至于吗,坐不动就说回娘家 这是小事吗,你这老公是怎么当的,我受这么大的委屈,你还替你爸说话 这样下去的话,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我爸对你做什么了,你又受了什么委屈,他不就是没敲门而已 你至于这么大惊小乖的吗,你当儿媳妇的这么目无尊长,你还有理了 你说这些话不觉得害臊吗,明明是你爸他为老不尊 我已经提醒他很多次了,他就是不听 你还反过来说我目无尊长,没想到你这么不明事理,太让我寒心了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嫁给你这种窝囊废 你烦不烦,唠唠叨叨的 那可是我爸,我怎么可能去说他 赶紧睡觉吧,别叽叽喳喳的,跟那怨妇似的 老公说完就躺下休息了,小玉看着老公的背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觉得这种日子过不下去了,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又很不下心 只能默默地流着泪水 直到半夜也没睡着,孩子却醒了,就一直哭个不停 小玉心里焦脆,抱着孩子在房间来回走,看了看老公,睡得跟猪一样 老公,你能不能起来帮忙哄下孩子,他一直哭个不停,我都快累死了 一夜都没睡,又饿又渴,你起来帮我倒杯水,给我做点吃的 真是烦死了,你们母子俩折腾一晚上了,还让不让我睡觉 饿了你就自己去弄,别叫我,我困死了 老公说完便翻了个身,又继续睡了 小玉已经是心灰意冷的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无奈之下只能忍着 可这时候,睡在隔壁房间里的公公和婆婆被孩子的哭声吵醒了 老太婆,你听,是不是孙子在哭啊?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要去你自己去,我才懒得去,孩子哭不是很正常吗? 我现在困着呢,带个孩子,还要几个人呀? 我当初还不是一个人带儿子,也没见你和你妈来帮我,你就别操心了,赶紧睡吧 第二天,快递小哥送来了几个快递 儿媳妇,你这又是乱买的啥?你自己不挣钱,花钱倒是挺厉害,不是你挣的钱,你不心疼是吧?就知道,花我儿子的钱 婆婆,你儿子没有给过我一分钱,这都是我以前上班存下的钱,除了给儿子买的一些东西,剩下的都是给你和公公买的 你别以为给我们买东西就不会说你了,我们不需要你买 就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我就不爱听,什么叫你自己存的钱? 你都嫁给我儿子了,你的钱就是我儿子的钱,三天两头乱买东西,真是个败家的 婆婆,你这是说的什么话,给你们买东西还不要是吧?那行,我拿去给我爸妈,反正你说不需要 买都买了,你还想给你爸妈?以后少买点就行了,你现在又没上班,钱要花在刀刃上,能省就省 到了晚上,小玉累得筋疲力尽,到床就睡着了,她怕吵醒孩子,灯也没开,也没注意身边躺的是谁 没一会孩子就哭了,她开灯准备哄孩子,刚打开灯的瞬间,旁边的人也醒了 小玉一看,大叫了一声,妈呀,这不是公公吗?她怎么睡在我的床上? 顿时小玉一脸懵,气得脸通红,马上骂了起来,在外面的婆婆听到尖叫声,赶紧跑了进来,只看见儿媳妇一脸怒气的指着公公骂 你个臭老头子,真是太过分了,老是进我房间不说,现在都睡到我床上来了,你到底要干什么?这要是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 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你竟然敢骂我?这是我的家,我想睡哪就睡哪,你管不着? 儿媳妇啊,别生气了,你公公她也不是故意的,她肯定是守孩子睡着了,你就别和她一般见识了 婆婆,公公经常这个样子,你都不管一下吗?还让我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再这样下去,我会发疯的 我怎么了?你又没少块肉,就你事多,我刚才哄孩子为了想休机会,谁知道睡着了,那是我儿子的床,我还不能睡了,你还真把你当成一家之主了,我们都要听你的,是不是? 不要脸的老东西,我告诉你,我已经忍你很久了,这房子确实是你儿子买的,可每个月的房贷,是我们一起还的,再怎么说,这房子也有我的一半,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好心收留你们在这里住,你们还不知道感恩,没日没夜的折腾,那你就回老家去吧,我实在受不了了,这样下去,这个家迟早都得被你搞散 这时候,老公也听到了动静,看着媳妇说的这些话,气冲冲地跑到屋里,直接对着媳妇大吼道 好你个小鱼,你还有没有良心,这可是我的爸妈,你竟然想把他们拧回老家,有你这样当成媳妇的吗? 真的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告诉你,这个家要走也是你走,你少在这里指手画脚 行,我看最没有良心的就是你吧,当初是谁在我面前信誓旦旦地说会爱我一辈子,这才短短一年的时间,我月子都还没出,你就是这种态度了 你想让我走是吧,行,那我如你所愿,我现在就带着孩子离开这个家,我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儿媳妇,你别生气了,大晚上的你能去呢,况且还带着孩子 儿子,你就好好轰轰小玉,道个歉,他要是真走了,我看你以后怎么办 老公觉得老婆不像是闹着玩的,赶紧低头道歉 老婆,对不起,是我错了,刚才我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我跟你道歉,你就原谅我吧 这大晚上,你也不能带着孩子出去啊,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说这种话了 我可以原谅你,也可以不走,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从今往后都不允许你爸再进入我的卧室 并且你还要让你爸给我道歉,今天晚上这是要是传出去,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你还没完了是吧,想让我给你道歉,你以为是谁,我可是你的公公,你这样做就不怕别人戳你几两骨 如果你还是要这样不依不饶的,可别怪我动手 你这个为老不尊的老东西,你还想打我,你以为我会怕你吗,你动手打我一下试试,信不信我去法院告你 告我,告我什么,我做什么了 儿媳妇,你公公刚刚说的那些都是气话,你千万别当真,咱们不和他一般见识,行吗 这是就算过去了吧,他以后不会再进你房间的,你就放心好了 不行,他今天必须给我道歉,凭什么就这样算了,要是不道歉,我明天就去告他,你们自己看着办 公公见儿媳妇软应不迟,气得火冒三丈,上前就给了儿媳妇一巴掌 我看你是登鼻子上帘,你真以为我不敢动手,今天不给你点教训,你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公公说完甩手就出去了,老公和婆婆都惊呆了,好半天才回过神 你这个妈宝男,窝囊废,你爸动手打我,你眼下是不是,你就不是个男人 老婆,你别生气了,我爸那个人脾气就是不好,你干嘛非要去惹他,难道你还要让我去打我爸吗 我可做不出来这事,今天就这么算了吧,以后不要再去惹他了 窝囊废,真是气死我了,自从我嫁到这个家,我处处忍让,我每天忍着你妈的尖酸刻薄 忍着你爸的自私自利,忍着你的懦弱无能,你还想让我怎么忍,这日子我是过不下去了 老婆,我求你了,你就不要再计较了,不然吃亏的是你啊 我爸他刚才就是一时冲动,你就原谅他吧 窝囊废,你别再废话了,我是不可能原谅的 本来我刚刚就说了,道个歉这件事就过去了,可你爸既然动手打我,这是没完,我也不会再和你过下去了 你们这一家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小人,我现在还在坐月子,你爸就敢打我 你作为我老公,既然都不为我说话,还要我让着你爸,我都不敢想以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咱们还是离婚吧 老婆,我不同意离婚,你要为孩子想一想啊,别闹了好吗 我都这样第三下四的跟你说话了,你还要我怎么办,我们要是离婚了,孩子还这么小,他以后怎么办 儿子,你不用第三下四的跟他说话,他就是在吓唬你,不就打了他一巴掌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还在这不依不饶的,也不怕让人笑话 行了,妈,你别再乱说了,本来就是爸的不对,你怎么还替爸说话,难道你真想让我们离婚吗 儿子,他是不敢离婚的,他只是在吓唬你,他要是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怎么过,谁会要他,你可别被他骗了 就算我没人要,也比在你们这个家强,老太婆,你真以为我不敢离婚是吧 你们这一家人都是人渣,这两年我是真的受够了 老婆,你说话别太过分了,再怎么说,那也是我父母,你不能这么不孝 你最好见好就收,要是再这样冥王不灵,你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怎么,你也想打我吗,我今天就看你敢不敢 我告诉你,这个婚我是离定了,像你这种窝囊费,活该没老婆,就该打一辈子光棍 就这样吧,明天八点钟明镇局门口见 好,我就看看屏幕前的大家怎么说 他们要是同意离婚,我就去和你离婚 他们要是不同意,你就在家里,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